好,来自高雄的南区物资捐赠团体 5月3号搭乘游览车 载了一批物资要捐赠给花莲食物银行 那么市长魏佳燕颁发了感谢状 感谢来自远方的友人送来爱心物资 同时也欢迎他们来到花莲游玩 请他们尽情在花莲采购 体验花莲的好山好水好人情 游览车占来了一群常年关怀弱势的年轻人 他们是来自高雄的南区物资捐赠团体 原本只是35号有发起要捐赠物资关怀弱势 后来加入的朋友越来越多 他们就把关怀扩大到高雄以外 第一次把物资送到花莲 我们是算本来就有在捐物资 对,刚好有来到花莲 想说花莲还没有送过 对,就刚好有这个机会 然后刚好约一些朋友一样送过来 之前跟朋友就有在讲这个事情 然后就越来越多 然后大家想要一起参加 对,之前买了就几个而已 然后现在就是越来越多这样子 对,因为我问过食物一行的负责人 他们说就是缺这个成人的奶粉 就是说奶粉 对对对 所以就特别有先询问过需要的 对对对 不然你没有询问的话就浪费了 之前就想说要找偏向的地方 因为我们基本上是送南部 对,东部的话很少接触 想说刚好有这个机会 然后约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 社长卫家宴感谢来自远方的扇心 让花莲感受到温暖 今天很开心 陈大哥他今天从高雄特地带着物资 以及我们所有公司的人一起下来 捐赠给花莲的我们施工所的食物银行 那真的很感谢 那其实他们是边旅游 然后也边带着爱心来到花莲 那刚刚也透过了解到 他不只捐给我们花莲施工所 也捐给了其他的单位 那真的非常的感谢他 那在旅游的同时 还不忘做爱心 那真的非常的值得肯定 那也要谢谢陈大哥 以及我们所有高雄的所有乡亲 南区物资捐赠团 除了捐物资 还要在花莲展开三天两夜的旅游 市长也请他们尽情在花莲消费采购 体验花莲的好山好水好人群 谢陈慧欢迎市报道